梁皇宝燦可以说是最慈悲最彻底的救度 这次菩提山极乐寺水路法会有梁皇宝燦 原名慈悲道场燦法 是燦醉消灾救度亡灵的法会仪轨 传说中是梁武帝为了救拔死后转身 做大蟒蛇的夫人西式而定制的 我们在这边我们所送的金有很多 包括梁皇宝燦是我们的梁皇坛 我们的朱金坛要送一些金刚金 要湿金 那个无量寿金 在我们还有嫩言坛 要送嫩言金 法华坛送法华金 还有我们的华言坛要送八十一华言金 还有我们的净土坛 每天都在送阿弥陀金 能够回向给我们家里的祖先 以及我们的冤亲在祖 过去世的父母师长 以及我们住家的居住地的地基组 能够做到名阳良力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水陆大法会 记住我们在这边是菩提山 极乐士 能够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参与 只要我们能够在水陆法会上 共同聆听佛法 发愿说好话 做好事 人心安定了 三界众生也会平安 所以参加水陆大法会 主要是通过礼敬赞叹诸佛功德 并且忏悔自我 深口意三叶 来安定身心 解脱烦恼 为自己找到生命的智慧和意义 这才是真正的超度 十方新闻 王天伦陈一上 高雄采访报导